注意看 郭沫若竟然在和毛主席争抢一幅画 但最后却被齐白石拿走了 毛主席只能无奈地说 两位政治家都不过一位艺术家呀 新中国刚成立 毛主席就在中南海宴请齐白石 对他说 我也是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 齐白石却说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主席的诗词才是大气磅礴呀 书房又自成一体 老朽可是仰慕得很呐 毛主席说这好办 饭后我就写一幅 请老哥哥雅正 齐白石高兴地说 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饭后主席认真地给齐白石写了一幅气缘春雪 齐白石夸赞不绝 请主席用印 主席却说 我哪里有什么印了 要么盖手印 齐白石赶紧拦住说 不必了不必了 于是齐白石回家后 他就连夜克制了两方图章 托诗人爱情带给毛主席 毛泽东印 一个是阴文 一个是阳文 这可真是重礼呀 于是毛主席再次宴请齐白石 并让郭默若作陪 齐白石骄傲地对郭默若说 我才来北京几天 已经吃了主席几顿饭了 毛主席笑着说 你上往来 来而不往飞里也 我是要感谢 白老赠我的印章 和画作 齐白石惊讶地说 印章我是送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送主席画作呀 主席说 那你看这幅画是不是你的 请您亲自验证 齐白石仔细观看 他感到非常奇怪 郭默若说 这的确是白老的手笔 没问题的 这时齐白石才想起来 这是包印章的废纸 是他练笔的废品 主席却把它裱了起来 他赶紧说 不行不行不行 我呀还是把它拿回 毛主席说 我也是齐白石艺术的爱好者嘛 这可是白老的真机呀 齐白石说 说什么 这画我也不能送给主席呀 不出三天 我重新画一幅 奉送给主席 不必了 不必了 我就喜欢这一幅啊 此幅画笔墨很有气势 这牛头牛背倒牛尾 一笔勾出而成 足见白老功力非凡 齐白石说 主席别夸了 我还是拿回去吧 你要不答应 我就要抢了 这时郭沫若却说 你要拿走 你得给我说一声呀 你看这话上标 有我的名字 齐白石莫名其妙 郭沫若接着说 这树上画五只鸟 这不就是我的名字吗 齐白石哈哈大笑 明白了意思 他给主席解释 郭沫若好上五 树上五只鸟 郭沫若说五归原主 我该拿走了 毛主席却说 郭院长别着急 你没看见这话上标 这本人的名字 快快松手吧 郭沫若说 你的名字怎么可能呢 我可没有看出来呢 主席说 考古学家也考不出来了吧 毛主席问他们 你这画的是什么树啊 李子树吗 画的茂盛吗 茂盛 这就是了吗 李树画的很茂盛 这不是毕人的名称吗 李德胜 哎呀 妙哉妙哉 郭沫若佩服地说 这话上果然有主席的大名呀 当年主席离开延安时说 离开者得胜也 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李德胜 最后果然胜利了 西白石说原来如此 我的这个作画还有了意义 于是请他们俩人提字 毛主席恭敬不如从命 立马写道 丹精易造本无法 逼走龙蛇 如星云流水 郭沫若看后 心中着实佩服毛主席彩思敏捷 毛主席借用苏氏的 我书艺造本无法一句诗 只改动两个字来称赞其白石 竟是如此精荡 郭沫若不甘示弱 想了一会儿 接着写上画圣兄中常有诗 毛主席说 他原是路由的一句诗作 此老兄中 常有诗 也改动了两个字 也很好啊 郭沫若说 白老当之无愧 这时 白石老人喜出望外 趁机卷起画轴 不容分辨地说 二位这么夸奖我 我可得拿走咯 毛主席和郭沫若 四目相对 笑着说 两位政治家 都不过一位艺术家呀 笑着说